神中課 欢迎大家收听神中課 耶稣 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 今天是11月4日 题目是 等待的拯救者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高 高我 叫我传福音及贫穷的人 叉显我医好伤心的人 路加福音4章18节 从耶路撒冷首遇月节回来的加利利人 将耶稣奇妙的作为传开了 耶路撒冷以圆满 对耶稣的评断 为他在加利利开了路 很多人看见圣殿被窃毒 和祭司们贪财傲慢的情形 就心中悲叹 他们希望 这个将首领门赶走的人 就是他们等待的拯救者 如今存来的消息 似乎证明了他们最光明的期盼 据说这位先知 已经宣称自己为利塞亚了 然而拿撒冷的居民仍然不信他 为此耶稣往迦拿去的时候 就没有娶到拿撒冷 救主对他的门徒说 先知在本地市没有人尊敬的 世人总是凭自己能理解的程度 来行量别人的品格 一般眼光短淺 心思 容俗的人 就根据基督卑微的出身 简破的服装 和平日的劳作来平定他 至于他唇热无下 毫无罪恶的心灵 他们就不重视了 基督回到加拿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加利利 被受苦的民众带来希望 在加伯隆 这个消息引起了一个犹太贵族的注意 他是皇家的官吏 他的一个儿子患了不治之症 群衣束手无策 但这位父亲一听说耶稣 就决定去找他帮助 那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 恐怕等不到他回来 但这位大神觉得这件事 非他亲自办不可 他希望以一个父亲的恳求 来换起那位大医师的测忍之心 他好像雅各一样得胜了 凡以靠救主而为自己 迫白的需要、爱求的人 救主绝不推辞 耶稣对他说 回去把你的儿子活了 那个贵族听了这句话 就离开了救主回去 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安宁和喜乐 不但相信他的儿子必是会传遇 而且 见信基督就是救赎主 力代愿望原文196至199页 深入思考 为什么耶稣有时 将我留在苦难的火炉里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